也是呢 吃我們的食物 不過因為它的食量比較小 而且量比較少 大家如果想欣賞的話 就能分離它 然後如果很多的話 你就是把爪蟲鋒好 然後就是 無蜂類 無蜂類大家 大家看到它的時候 絕對不要去打它 因為打它的時候 它可能生氣 會找它怎麼辦 也很拚命 你不打它的話 稍微保持一下距離 他們其實是我們的好防守 因為它通常是 大部分是肉食性的 他們幫我們 田裡面很多小蒼蠅啊 小蚊子啊 或是一些小蠢類 通通吃掉 對 然後如果 如果大家會不知道是什麼的話 其實可以 可以看到它 主要是你要先踢下來 踢下來幹嘛 先看看附近有沒有蜂巢 如果蜂巢的話 可能就要找專家問一下 會不會有什麼低冷的危險 對 然後絕對不要做很大的動作 吸入它 讓它們有時候會生氣 然後這是果實以內 如果在水果上面啊 有時候水果它都會看到 它這個有點看有點像蜂 如果分不倒的是呢 蜂的話會有兩對翅膀 會有一對 然後另外一對比較小的 然後它這個圓面這種對翅膀 然後後面 通常會有一個小小的黏感 然後身上會有一些 特殊的花蚊 然後蜂 那如果是蜂的果實 它裡面會比較長一點 但是它的殘亂管 它會出在果實裡面去殘亂 然後你的水果 就從裡面爛掉 因為它裡面會長它的小區在裡面 好大概就是這樣 我把 大家這樣